红烧肉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但是自己在家做时,总感觉没有饭店里的那么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红烧肉好吃的方法与技巧 用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诱人,贼而不腻特别的好吃 首先做红烧肉呢,一定要选用这种肥瘦相间的 大家看一下买肉的时候别买错了,像这样层次分明,口感吃起来特别的好 把五花肉从中间切开 把锅烧热把五花肉的猪皮烫一下,像是瓶中这样来回擦一擦 这样做可以去除猪毛和猪皮表面的异味 猪皮烫好后放入盆中,再用擦锅球把饱皮的脏东西挂干净 必须将猪皮多清洗几遍,否则会有苦味 处理好后再次把猪肉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沥干水分,这样在炒的时候不会崩油 下面把肉改一下刀,做红烧肉的块一定要改的大一点 这样吃起来才过瘾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准备点小料 半颗大葱切成段 适量的生姜切成片 全部切好后放入碗中 准备两颗八角 一块白纸 一小块桂皮 二片香腌 起锅把五花肉夹进来 开中火煸炒 把五花肉里面的油脂给它炒出来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炒到肉块微微发黄出油就可以了 切记炒的时间不宜过长 炒好的猪油倒入碗中 下次可以炒菜用 做红烧肉想四则红亮 糖色少不了 锅中加油加入一勺白糖 开中火把白糖炒化 一边炒一边翻动 最后炒成这种枣红色就可以了 糖色炒好后加入煎好的五花肉 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糖色裹在肉块上面 然后倒入准备好的葱姜大料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次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大料炒出香味 大料炒香后加入开水没过猪肉即可 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老抽调色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3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好香啊 再用筷子把里面的调料夹出来 不要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阿鹏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看到汤汁变得粘稠的时候 用铲子不停的翻动 预防粘锅 汤汁收好了出锅装盘美味集成 一道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的红烧肉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给阿鹏点赞 关注评论和转发哦 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by bwd6